从来没拆过冰柜 今天咱们聚开一台 瞧一瞧 柜门后段 可以任意角度悬停 白色PCM内胆 相对以前冰柜的压花铝皮 更耐磨 更容易清理 重点是不怕盐 不容易腐蚀 底部有排水口盖 清洗内胆以后呢 可以用来排水 能效等级为一级 制冷剂R290 有效容积301升 冷冻一只大肥猪 应该不成问题 标准耗电量 每24小时 0.69千瓦时 右下角模式调节 直接调到最大 测试一下制冷效果和耗电量 准备了5提 哈哈纯净水 60瓶 每瓶1.2斤 刚好是72斤 这个水呢超纯 最难冰冻了 其实水温18.1度 接上计量插座 先测试24小时 现在马上24小时 耗电量2.77度 看一下冷冻效果 已经全部冻实心了 冻得非常的实 花了1块4毛1的电费 继续测试一天 现在累计马上48个小时 减去第一天的2.77 第二天消耗1.65度电 大概8毛钱电费 第二天属于保温状态 能耗降下来了 测试完成 接下来咱们开切 拉出门封胶条 咱们从它的中间一分为二 看一下横切面 上面是一层金属外壳 中间厚厚的保温发泡层 最里面塑料内壳 接下来找出压缩机 现在可以看到压缩机了 GMCC 每支压缩机 上方这根管 高压排气管 下面这根管 低压回气管 同履接头 上面有爆菇 我觉得这种比直接焊接要好 后期不容易漏 左面的小尾巴 出厂的时候抽真空 加浮凉用的 这边还有毛气管 干燥过滤器 放出制冷剂 机械温控器 金属 感温管 咱们给压缩机的排气管 上面掏个气球 然后通电 准备好要爆了 气球炸的稀碎 压缩机咱们放到最后去 接着去冰柜 现在看到的是冰柜的纵前面 里面的一层粗管 是蒸发器 采用了上密下疏的排布 冷空气下降 可以提高冷冻效率 里面的蒸发器管 为了更大面积的 接触冰箱的内胆 采用了D型 而不是常见的O型 一半冰柜的内胆 一共11圈 蒸发器管 单独拆出了一根D型管 接触内胆的一面 确实是平的 蒸发器看完了 接着看冷凝气 在箱体的外层 这个是圆管 整个冰柜的外壳 盘绕着冷凝气 用来给制冷剂散热 铁管加铝箔 粘在外壳上 接着拆压缩机 倒出内部的润滑油 压缩机的润滑油 拿下压缩机的天连盖 高压排气管 连接到这里 低压回气管 直接连接到腔内 电机的定子线圈 中间转子带动曲轴 曲轴带动连杆 推动右面的活塞 做活塞运动 小活塞非常的小 非常的丝滑 通电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单向阀 活塞将制冷剂 压成高温高压的气体 从这里排出 所有结构看完 哈哈水还没有化 冰柜享年48小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